廉政公署成立之後發生警面衝突,一個退休警長被控參與非法集會和傷人罪名,1978年今日裁定罪名成立,入獄6個月,他後來上訴,延期減為3個月,而警務署進行內部紀律聆訊,調查13個涉嫌和搗亂連署有關的警務人員,9個人罪名成立,全部受到撤職處分。